在古代,中国人民的生活大多数,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,而且,这一时期的政治、经济都是在这里,选首都不是一件小事情,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脉,在选择首都时,有两座城市被划分其中,一个是长安,另一个就是洛阳。 这两座城市都非常适合当作首都,长安位于中原地区,还有人把它称作是天府之国。洛阳呢,地处中州市的,交通自然是非常便利的,所以,这两处地区,都很适合选择作为首都,北宋以后,人们逐渐向东南方移民,这就导致到很多产业,也都向东南方向转移。 这时,中国的经济也向东南方移动了,我们大家都知道,开封是北宋的首都,北宋时期,开封一直十分繁华,经济各方面也都很好,在那时候,华北属于政治地区,其中北京最为典型,东南属于经济地区,以南京作为代表。 其实啊,当时的南京也差点被选作首都呢,中国还有十大古都呢? 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,如果把这座城市选为首都,中国说不定会是另一番风貌,也许还会称霸亚洲。 这个城市就是伊宁,其实,这座城市是一个县基市,这个城市在新疆地区,这个地方主要发展农业,位于伊犁河畔,而且,晚兴民国时,伊犁将军就是在这里。 那么,可不可以把首都选择到伊犁呢? 其实啊,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,孙中山先生还真的这样想过,伊犁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一直都发展得很好,利用天然平原,他们的牛羊都非常肥壮,既然畜牧业这么繁荣,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来这里开办工厂,这可是一个商机啊。 而且,人多了,这交通自然就会修建得更方便,但是,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很富裕,也没有更多的金钱,去建设伊犁地区的交通。 毕竟,交通建设,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,而且,这不能完全确定,这里的交通修建好了就一定会拉动这里的经济,这一切都是未知数。 所以,当时没有在伊犁地区,投入过多的时间和金钱。虽然,孙中山先生的想法没有得到实施,但是,这对于伊犁地区以后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。伊犁地区有着明确的季节之分,它的水资源也很多,昼夜温差也很大。